最近越来越多的女生开始跳出来吹吴亦凡 7月19日,前SNS48成员张达三爆出吴亦凡曾追求自己 没过多久又有一位网名是魏雨昕的北电学生 晒出与吴亦凡的聊天记录 疑似曝光两人曾经的恋情 聊天记录从2020年1月开始 两人经常互道晚安 还会说一些肉麻的情话 还有暧昧的表情包 和一对普通情侣吴亦 可到了10月份,两人的关系好像降到了冰点 魏雨昕跟吴亦凡发消息 吴亦凡只是回了两个问号 对于女生的关心,态度也十分冷漠 在该女生晒出的转正截图中可以看到 吴亦凡在2020年9月13日给女生转了36666元 难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两人就算是分手了? 而这笔钱是分手费吗? 不仅如此,范范还发现 在张达三的爆料中 吴亦凡2020年8月份开始加自己的联系方式 然后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两人还曾一起共赴酒店 那么在8月份到10月份的这段时间里 吴亦凡算是脚踏两条船吗? 各位觉得呢? 字幕提供 您好 字幕提供 您好 字幕提供 您好 记得画字幕提供 您好